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进行一个思想改造的话 是否也等于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式的催眠呢 所以我们看到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香港很多人走上了街头 这也代表着说反新兰的抗议是累积了长期 香港人对于大陆人士的不满 像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来做爆发 而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 因为有人说现在的台湾 跟当年九七回归之后的香港有些类似 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台湾也开放了路客的自由行 台湾也开放了大陆的学生到台湾念书 也开始承认大陆的学位 经济方面也是越加的依赖 所以香港的反新兰反中的行动 未来是否可能会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一个主题了 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来宾 包括了相当难得请到民运人士王丹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而且非常熟悉港中台三边情势的导游黄俊杰 你们好 观众大家好 还有大家熟悉的朱玄恒 我们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从反新兰示威游行来聊到 台湾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出现 街头这样的一个场景跟香港一样 因为在昨天礼拜天的时候呢 香港进行了选举的开票结果 有人说这反新兰的示威 或许对于泛民主派应该是有些加分的 但开票结果似乎不如预期 等一下来讨论内容 不过我们再次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很多台湾人看到很多香港人走上了街头 但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上街头 虽然新闻有报 但一般人搞不太清楚 我们就来为您说一下 到底这个中小学在香港的课程 如果要改变大家所讲的思想改造 内容到底是什么 来介绍一下 这内容包括了 港府的国民教育的政策 哪些争议呢 如果要改的话包括了 听国歌 希望香港的中小学生以后 要感动的流泪 但这一点后来要不要纳入 后来说这个有些争议没有做决定 还已经高呼要作为中国人 而感到高兴跟骄傲 要让中小学生认为 中共是进步无私的 以及团结的一个执政集团 那美国的民主呢 基本上就是一种政党的斗争 那人民是受灾的 还有汶川地震 救灾共复国难 要彰显就是中共党国体制的好处 我想请一下学恒 这个香港政府特别说明 这绝对不叫做洗脑 你怎么看 没有我觉得如果第三条改成 台湾民主政党恶斗 人民当灾 我们可能都很请责 但我的意思是 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 还出现这种东西 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明知道 大家透过网路 什么真相都看得到的时候 你现在还在讲一个很落伍 说大家这个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这种东西 说老实话 连中国当地的年轻人 都不看这一套了 他明明也知道是假的 但如果要考试 他也跟着背的时候 我不知道现在香港政府 提出这样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要讨好组织 你知道我们讲明一点 就是这种政治体制 有时候最麻烦的 就是你底下的爪牙 有时候会做过头 导致你上面的组织 也跟着你揣摩上意 对 而且猜错 上面搞不好没有这样这种方法 那搞不好反而会扣分 我的意思说 像这次我们看到很多事件 看起来并没有替真正背后的 中共当局加分的时候 香港当局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实在是想不清楚 难道是要挖洞给他的老板跳吗